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高的记录 在忧伤的背景下却让大家忍惧不惊 是一部畅爽夹杂着伤感的电影 故事发生在德国 主人公是班诺和安迪 班诺是一个整天无所事事的街头小混混 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己爱睡觉的毛病 经常不分场合 不分时间的睡着 他在一次等地铁的时候 由于自己睡着了掉下了站台 所以被好心的人送到了医院 但在医院里他却被告知患上了晚期的脑癌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一直时不时晕倒的原因 被告知生命垂危的他只好待在医院里面看病 但是性格生来就很欢脱的他似乎并没有被这件事情打垮 而是一直开心地活着 一天他遇上了正准备跳楼的安迪 安迪从小就是一个乖乖男 被父亲教育 要成为像莫扎特那样的音乐家 但是他现在却患上了肺部纤维的病 无论是什么时间或地点 他都要吸着氧气才能活下来 他羡慕朗朗可以年少成名 所以在网上开通了博客 记录自己的死亡过程 甚至还想在临终之前直播跳楼 从而让大家记住他 他认为成为网红也算是证明了自己的存在 班诺劝阻了要跳楼的安迪 并和安迪成为了好病友 在一次班诺看到医院职中很多将死职人购买快递的时候 他萌生了不再待在医院等死 而是去外面挥霍 过上最爽的一天的想法 由于自己之前的行为 自己到银行贷款信用显然不够 所以他决定带上安迪 两人来到银行才发现贷款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两人决定不用首付的地方购买了一堆价值很高的东西 之后再把他们导手卖掉 拿到钱之后 两人顺利来到了非洲 在非洲开启了他们最爽的旅程 在非洲他们享受到了阳光和沙滩的美丽 过着非常惬意的生活 安迪把他们的借款以及到非洲的事情直播下来放到自己的博客上面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点击率 安迪很开心自己真的要成为网红了 安迪和班诺说自己还没有经历过雨水之欢 于是在班诺的帮助下 安迪两人和应招女完成了自己人生的蜕变 安迪很开心 班诺也在这个地方找见了自己的前妻和女儿 但前妻即将和一位非洲人结婚 班诺也被这个非洲人暴揍一顿离开了 在非洲路上行车的两个人救下了一个非洲的孩子 这个非洲的孩子在音乐方面和安迪形成了共鸣 安迪很喜欢他 但是第二天他们发现自己的车却被这个孩子偷走了 车盒前都没有的两个人准备在山顶吞枪自信 正在这个时候 安迪的BB机传来了让他回去的消息 安迪很开心 以为自己能换肺了 心冲冲地回到医院 却发现命运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医生想要叫他们回来是想告诉他 他的朋友班诺的病情误诊了 他并没有患上脑癌 而故事的结局也是班诺回到医院 陪伴安迪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刻 安迪说自己拥有了人生之中最爽的一天 安迪在自己的人生最后的旅程之中 打破了自己一直的生活方式 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自由 就像是他说的 其实自己并不喜欢莫扎特 或许他也并不想成为一个音乐家 那只是父亲的想法 其实什么叫做最爽的一天 或许就是我们做了自己一直想做 却不敢做的事情 放下了自己所不愿意背负的负累 真正轻松的那一天吧 我是小颖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瑞与时光